最近iPhone15的消息扑朔迷离啊 你说他卖的好吧 普通版开手机破发跌破了官网价 你说他没人要吧 Pro Max版的订单呢又排到了冬至 那么从整体而言 iPhone15这次的销量到底怎么样呢 首先从iPhone13开始啊 拼多多等第三方渠道比官方便宜 就已经是保留节目了 但是这部防案 iPhone13成为了近年来最卖座的苹果手机 所以呢 黄牛收不收 价格跌不跌 无法成为判断苹果手机销量的风向标 但是另一方面 从2022年开始 由于全球市场环境趋冷 以及苹果技术创新不符合消费者的心意 iPhone的销量正在进入一个衰退周期 数据显示啊 2022年即使有iPhone13和iPhone14Pro的超预期 苹果手机的销量呢 还是下降了12%涨7% 而进入到2023年呢 它又是连续三个季度销量下降 最后呢 作为高端市场竞争对手 华为手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 对苹果的一个几出效应 要知道目前华为手机2023出货量预期将增长 越65%到3800万部 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和苹果15同价位 而且同时推出的Mate60系列 那消费者再有钱 总可能苹果华为各买一部吧 所以呢 瑞英等机构预测 由于面临华为新机的竞争 所以苹果15系列预期出货量 将会由8000到9000万部下降到7800万部 所以可以预见iPhone15呢 仍然会有数以千万级的销量 是全球最畅销的手机之音 但是与此同时呢 它的热度和前两代手机相比呢 仍然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然而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 并非是坏事 垄断为妨碍进步 竞争才会带来发展 在遇到Mate60强有劣的挑战之后呢 我们希望苹果下一代 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